所以的話我們首先先把高麗菜裡面最好吃的部位是高麗菜心 然後把它中間挖空 挖空完了之後再把它倒地那個回憶裡面的那個掛斷 那裡的料理從本來運用台灣的農地產品 那裡是主持的機殼 在材料的達費上頭 當地家鄉的屬性其實經過不斷的企業 那樣的努力 在這邊的新加普及辦的中國主持世界比賽 拿到五斤一斤的獎牌 每一樣東西都是很傳統 但是用創新的把每一樣東西慢慢的把它組合成 依照新的菜肴這樣子 出國比賽拿冠軍 好就要來辦法獎金做鼓勵 我們就是這本位參賽的學生張宇萍 面對到14個國家世界基本上普世 一樣有很好的表現 你知道很怕拖累老師因為只是學生 對 那就是其實去比賽的時候有一些小狀況 像比如說飯店時這個冰箱不夠 讓我們食材沒有辦法冰 可是老師也很聰明的 讓拿行李箱來當成自己自製的冰箱 裡面就是裝滿了冰塊 是我們不會為了這個而滿職 我們還繼續鼓勵老師 還要請老師多多的教導學生來 多多的來對於這個專業方面來琢磨 好好表現 他們做到比賽 跟台灣的料理來推電各國做一碗 也希望讓輸信在這學生的過程 想讓農藥所行動 為文化財有效的專注 在這裏面線我猜好不夠的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